我們剛剛說剪掉這幾天的辦案 其實陸續的都有動作 今天最新的動作是什麼 是二度提訓了彭正升 前台北市的副市長 可是很多人說 大家平平理 你們自己看畫面 說他這個下囚車之後面對鏡頭 有一抹詭異的微笑 你有覺得這個是詭異的微笑嗎 這幾天到底警方 他們還傳訓了誰 他們其實呢 在前幾天也有提訓了省慶金 兩個半小時之後還押 那也有人在講 省慶金應該就是問金流吧 好 進去的時候呢 說是坐著輪椅進去的 看起來呢 是需要有法警來幫忙推 比較虛弱一點點 兩個半小時之後呢 竟然自己有辦法慢慢的走出來 大家就在講 射速表示有緊張啊 心裡頭的這個重擔放下之後 體力 心神都比較好呢 沒人知道 好 原因是因為 北檢現在到底掌握了什麼樣的證據 看得出來是他們現在還陸續的 在搜證當中 因為今天呢其實他們也在陸續的 比如說傳訓了 現在的高雄市副製長林青蓉 他也是前台北市的副市長 好 在第一任的時候呢 他其實金華丞翰也有過過他的手 還有一位呢就是在第一任的時候的都發局長林周明 在今天呢則是在一次的 在第一次的被檢方這邊用證人的身份來傳訓 找這兩個前官員來 到底是不是是想要用圖利罪 鞏固圖利罪的證據 那是不是表示現在就連圖利罪的證據 他們都沒有那麼齊全呢 這些其實就是看他們的這些動作 大家的一些推測揣測 但是呢 在看到柯文哲穿著黃色衣服出來的時候 很多網絡上面的耳語就出現了 好 原因是因為啦 其實呢在這一次的這個案情當中 確實已經把他人設完全打壞了 現在在網絡上呢出現這種 虧他像大雄啦 DoraEmo主角說還是四叉貓等等的 這一些的內容 大家就把他變成一個笑話來看 政治人物真的最怕的就是被拿來做梗圖 被拿來當笑話 而甚至還有人說他是黃珊珊 然後呢就有人跑去問了王世堅 說你怎麼樣看柯文哲穿黃珊珊 他本來呢其實一直都沒有要回應記者的問題 突然之間電梯門要關起來之前 他講了一句說 我說他是黃袍加深 大家就開始在問 黃珊珊他不回應 其實他跟黃珊珊不是好朋友嗎 今年選舉的時候還說他會幫忙 因為他是最好的朋友 所以他個人這一票他是希望投給黃珊珊 那個時候講得這麼好 現在聽到黃珊珊好像轉去低調 也有人說是不是知道說 要知道一下 站對邊這件事情很重要 講到了站對邊 網絡上面其實如果你去看一看 也會發現現在友台每一天都在講這一些的案情 包括了這一位 他現在是桃園市議員在友台的節目上面爆料 講說什麼說他有一個部隊弟兄退休了 然後跟他來爆料以前還是民眾黨的黨工 可是講完之後自己在臉書上頭講 他自稱說是我帶過的 我節目上說不認識他不對啊 但節目截圖明明就說你在裡面講說 對啊他有一個弟兄是退伍了 然後還說他在一律都不講 因為第一是要保護他等等 但資料不是那個時候也都是你拿出來的嗎 大家就在講 現在講這一些好像是有一種 要把小草甚至是把過往曾經支持過柯文哲的人 好像有一種把他餘化這樣子的一個感覺 這真的是對的方向嗎 因為現在也有人講 民進黨發現這個方向不太對 原因是因為我們現在做這些事情 在講這些事情 是不是其實也期待著有一天 這些小草會回流呢 所以理工男的腦筋要想要動到鐵粉身上 那你要吃回頭草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不要嘲笑柯文哲 不要嘲笑他的支持者 因為這樣會引起反感 人家要怎麼樣的支持你呢 柯文哲其實現在所面臨的 當然就是到底他的法律問題 能不能獲得解決 但講到法律問題 他過往也幫大家上過課 來看這一段 事先跟他講 你們這兩個被抓進去 你們就是咬緊咬過來 從頭到尾都不要招 都不要招供 這樣我們就蹭過去了 他說這個叫納許定律 所以呢就是說 如果說兩個人都不招供的話 那就表示兩個人 那檢方就拿不到證據 一定沒事情 可是問題是 大家都會很擔心 當你不知道對方怎麼講的時候 是不是會自保 那最後是不是兩個人都會招了 現在所面臨的這一些 毛家慶的講法是說 其實都是四年前韓國瑜所經歷的 甚至他還爆料說 韓國瑜有透過一個 跟柯文哲的共同友人 送了八個字給他 那八個字叫做 菩薩為陰 凡人為果 那到底之後的柯文哲 會面臨什麼樣的一個狀態呢 看起來韓國瑜是送暖啊 但是過往呢 當韓國瑜四年前有一點問題的時候 當大家呢 把他就是爭鋒相對 對他爭鋒相對的時候 柯文哲呢 是這樣講的 說那沒事都在幹什麼呢 過往呢 他其實呢 當這個蕭旭成這次出來喊藍牌團結 說如果我們現在保持沉默 下一個就會輪到你的時候 過往他對端馬英九 其實是不是也曾經說過這樣子的話 譬如台北市藍營派狗來選都會贏 派豬來選都會贏 這一些話 現在聽起來格外諷刺了 想要請教一下亮哥 您怎麼樣來看 現在檢方辦案呢 是二度提訓彭震生 有人說他下球車的時候 神情看起來有一抹詭異的微笑 我那個 現在的高雄市副市長林青榮 當年就是彭震生的角色 對 我覺得他現在可能在找 是不是有人表達不同意見 因為所謂民之違法而違之 就是要去鞏固說有人提醒 這樣做可能違法 對 因為林青榮後來就離職了 然後彭震生就上來 據我了解是 監華城一開始的提案是 他就是要整個樓地板面積 然後換算大概是678% 都委會推薦 所以後來就進入行政訴訟 林青榮大概只到這一段 後來就換到第二任 所以我覺得 北檢應該是在鞏固這些市政 就在這個決策的過程 大概有哪些人表達過不同意見 因為目前呈顯的證據是說 三次便當會 就是在擺平這些不同意見 至少有兩次是這樣 不然那兩次好像都已經被推薦 可是就是說 這個還是要回到根本的問題 就是說容積獎勵給20% 這個事情本身違不違法 不然到至於有人推薦 那個是對法律見解的理解不同 因為有人贊成有人反對 所以黃國昌前天不是 就提出這個問題嗎 他說送進來之後結果過了 過當時是多數人表決的結果 現在有人說這個違法 那到底哪一邊為準 所以我覺得他就是在問這個問題 就是說容積獎勵20% 是在怎樣的情況下 你認為就是圖利 應該要反對 我覺得這個是第一個部分 就是我們要先對台北市政府 要透過什麼樣的管道 才可以給像進化成這樣的個案 給予容積獎勵 還是說根本他連申請的資格都沒有 不管你用什麼方式都不能讓他申請 我覺得這個要釐清 就這個個案是不是在容積獎勵上面 他有他提案的空間 是 第二個就是這個案子就提進來了 有各種不同的意見 是不是柯文哲不斷的開綠燈 就不斷的把反對意見排除 然後不斷的開綠燈 我覺得這是兩個層面 那這兩個層面都會攸關 柯文哲的圖利罪會不會適用 結果台北市政府 可不可以做這件事 或者說是不是他這個個案通過 你應該一體適用 結果有別的個案申請被拒絕 那這樣就非常明顯 就是針對精華層了 所以我是覺得有一些市政 可能要我們要多了解一點 不然坦白講我也現在看到一些 不同的都基專家 就提出他的不同的看法 就是說其他五個職家 是也有容積獎勵的自治條例 那台北市沒有 所以台北市是不是就用個案 然後來逐集審 可是這樣是不是允許 我覺得大概是這樣的一個爭論 好 我們剛剛告訴大家了 在今天下午的時候 前台北市長柯文哲的太太 陳沛琪 她是有接受媒體的採訪的 她所針對的就是要告訴大家說 當外頭一直在講說 她們好像跟洗錢有關係的時候 她要強調自己的家裡面的錢 通通都是正正當當 今天出來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你可以看得出來 她準備了一張滿滿的講稿 我們先來聽她當時說法 最近看新聞 當然是我覺得最壓抑的說 把我的一些存體款的動作 把它跟洗錢化成等號 我個人的認知 洗錢就是說這些錢如果是不明來源 或者是犯罪詐騙所得 那個才需要去洗錢 但是我今天來這邊跟各位媒體報告的是 我今天就是要證明我們家的錢 都是正正當當清清白白的錢 那我有特別準備了一些 因為存責全部扣押在檢方手裡 所以我特別去幫主席 還有自己最近跑了多家的銀行 去申請她那個交易的聯繫表 好 她想告訴大家的是呢 因為有一些東西被檢方扣住了 但是她認為自己的這些清白 不容被抹去 不容被誤解 所以她今天出來跟大家講 特別裡面她也細項的提到 包括他們家主要的支出 比如說她的媽媽的帳戶 那個時候是提了多少錢 她自己的薪資帳戶是多少錢 選舉補助款結餘多少錢 柯文哲的薪資多少錢 演講費多少錢 戲目全部加出來 她強調的是光他們家的收入 就有千萬之多 1628萬 所以她想問 到底為什麼用ATM 存自己家裡的錢會有問題 今天出來想要跟大家來釐清的就是 但外界說她有洗錢疑慮 甚至有人是用車手來揶揄她的時候 她希望跟大家來講清楚 來請教亮哥怎麼樣來看 她今天這樣子的一個動作 反應相對保守 因為看著講稿來講 但是到底是不是能夠 回應外界的疑慮 我覺得 她本來就不需要回應 她這樣講人家又會去 去查說你怎麼會有這些收入 又讓人家進一步去追 你也知道你現在 被一群嗜血的鯊魚追著 你每一條都有收入的來源 人家就再拿你那個數字 再去比對你曾經公開了賬 一定是這種結果 市長我覺得根本不需要說明 你就讓檢方去講吧 因為你那個錢的數字 比如60次領了600多萬 然後保險箱裡面出現100萬現金 這個這樣構成洗錢 這簡直是笑死了你知道嗎 沒有過這樣的洗錢案子 你的緊張就說明你的錢來源 陳佩琪你現在又沒有被查 這個財產來源不明 所以我是覺得 反正他這樣多公布 人家就會再去追 他每一筆的收入是不是合理 就會變成這樣 請教一下亮哥怎麼樣來 請問一下斌哥怎麼樣來看 因為除了他今天下午 出來講錢的問題之外 其實檢方現在的一些動作 也讓大家看到是檢方 他們應該是希望鞏固更多市政 剛剛其實除了這邊公布之外 他又扯到那一天 他怎麼樣幾點回去開門 然後怎麼樣中間耽擱多少時間 然後現在又重新回到變成 他不清楚他確切的時間了 所以你就是越講越錯 你每一次講的都不一樣 那人家怎麼會相信你講的話 你剛剛亮哥也講了 你現在提出這麼多細項 你只要一個細項被人家查出來 不是這樣 那你不是右掛 所以真的不要害自己好不好 拜託你那個狗頭軍師到底是誰 不要再聽他講的話了好嗎 這個人出了全部都是收主意 然後現在其實檢方非常明確 找彭正森 找林舟銘 找許榮青 目的幹嘛 就是至少先把圖利罪這一塊 先成立起來 因為只要這幾個重口所有金 全部都講說 都是扣恩哲 執意要這樣幹 他明知違法一定要這樣做 那至少圖利罪這一塊可以成 TJ這一塊可以成 那他有更多的理由 可以想辦法去收別的 但你以為北劍只有閒著嗎 他現在不只是這個案子 他才不只有辦金華城 他現在在查目渴嘛 很明顯嘛 他查不到金華城這邊流量沒關係 那個金流沒關係 我去查目渴 只要你目渴這邊金流出問題 我一樣弄你 就是這樣子 所以很明顯的 檢方就在做這件事情 然後你們民眾黨還在 還在糾結在這種無聊的事情上面 他說林舟我教你怎麼回答好不好 那些都是媒體講的 我怎麼知道他講真講講 所以你叫我怎麼回應 像許甫四叉貓那個東西 你就直接講四叉貓胡說八道 不然就要拿出證據來 就這樣子啊 很簡單嘛 你又不在現場你怎麼會知道 難道又是檢調告訴你的嗎 對不對 就這麼簡單的一件事就回去 跟他講細節幹什麼呢 然後于北辰 我必須講 我第一次看到有這麼瞎的人 你明明就是想爆料 然後整個大翻車之後 然後突然之間轉變了 沒有 我當初 我就認為這個東西不能爆料 所以我不予爆料 結果這個人說他不予爆料 你自己去看他接受民事的訪問 接受什麼 他是把所有的證據 批哩巴全部拿出來 然後說我不予爆料 你有病 你根本全部講完了 然後說你沒有想要爆料 請問現在你到底在幹嘛 所以不要自欺欺人好不好 于北辰 你每天都在說謊說不膩 恭喜你又幫你自己的被罷免 爭取了一些票員 加油 你還差一點點 再差一點你就可以被罷免成功了 加油 史上第一個被罷免的將軍 我非常期待看到這個狀況主席 我們也必須要講 因為過往柯文哲他的人設 他最強調什麼 理性務實科學 但是現在在面對這一些 搞不清楚的金流的時候 會讓大家覺得說 你真的有理性務實科學嗎 某些層面來講 陳佩琦可能是因為這樣 今天特地討出來跟大家講 每一條都講的 我媽媽的帳戶 是幾年過世繼承了財產 然後每一年年收 年金收入是多少錢 然後公共提領多少錢 講得非常細 然後算出來告訴大家說 他們家一年所得就有1628萬 講到這麼樣的細的程度 真的能夠解所有人的疑問嗎 請教韋漢哥 剛剛看那個陳佩琦夫人的那個訪問 我覺得他 雖然看起來他頭髮好像整理過了 可是有更虛弱的感覺 那你講的講法跟先前的幾次 如果又兜不上 你就讓大家覺得說 你沒有誠實 可能他自己記錯了或是怎麼樣 包含 因為我一直在看 我們現在 我們棚內有另外一個電視 就是新聞台的部分 在看他剛剛放的那個影片 你會不會對比 因為今天是禮拜四 禮拜天晚上才講一次而已 如果版本中間都不完全對的話 才隔幾天你又不一樣 大家就檢調講說你看 而且檢調可能還樂於 就是陳佩琦多講一點 到說不定找到破口 有時候有些案子真的就出現 譬如說今天講保險箱 當年本案也是 沒有找到東西 後來是在這個保險箱裡面找到仗冊 因為仗冊找不到 就沒有這回事 就仗冊是藏在保險箱 所以就突破了 那中華民國無罪推定 既然現在目前也在辦 而且檢放的動作很明顯 就是趕快回防 就是少輸為贏 我現在講不知道大家聽不懂 聽不懂 就是比賽我至少贏你2分 我不要贏你20分 我一定要鞏固圖利這一塊 李德權 林周明 林青榮 所以表示金流其實我認為是根本沒有進度的 如果柯家也認為說我們其實這部分根本就沒事 很有信心的話 你就不用急 你不用出來跟大家解釋那麼清楚 因為看來陳佩琪夫人解釋的內容 有時候他可能自己都沒有那麼清楚 不一定是他不想講清楚 他可能他的現在身體狀況比較虛弱等等 但你講出來的東西就會被人家比對 就是你沒有誠實 這個對柯文哲現在目前被壓在裡面就不好 就是說你們是不是沒有對外公開全部的事項 你們所講的沒有任何收穫的事情 是不是其實並不誠實 這個其實對柯文哲並不好 不過當然就是他裡面剛剛看有很多講 他的家人 身體狀況 我覺得支持者還是會覺得很同情 可是問題是這個事情就不是支持者可以決定的 還是要看司法檢調 藍營現在目前查這幾代案 議員他也得查 所以就會出現說到底該打還是不要打 的一個很尷尬的狀態 是 他在剛剛受訪的時候 其實後面也有特別的提到了 說怎麼樣來看柯文哲現在的一些狀況 然後他也有特別的提到說 其實他最關心的 柯文哲這邊最關心 可能還是爸爸媽媽目前的身體的一些狀況 那當然今天出來講這一番話 接受這一段訪問 那很明確的他連文稿都寫得清清楚楚 所以他也是很謹慎以對 他也知道現在講的每一句話 絕對都會被用放大鏡來檢視 那既然是這樣的話 是不是還有出來回應的必要 這是剛剛所有嘉賓提出來的共同疑問 我們先進廣告 長者是寶需要陪伴與照顧 一人一點力 愛就大無限